大家好我是封信子 今天早上过来的时候看见我的黄瓜 有几朵正在开花 所以说就顺便跟大家分享一下 黄瓜授粉的方法 黄瓜开的花它是分瓷花和熊花的 像这种花后面带了一个小蝸牛的 这就是瓷花 然后这朵看到没有 花朵后面什么都没有的 这就是熊花 瓷粉的时候我们要把这个熊花给摘下来 哎呦掉了 把这个熊花给摘下来 摘下来的熊花 后面它是没有小蝸牛的 把这个花瓣给取掉 轻轻的把外面的花瓣给它取掉 把这个熊花的花朵 拿去在这个瓷花的花园上蹭一蹭 这样子就完成熊粉了 这样子就完成熊粉了 这上面开的这朵 花朵后面没有小瓜 有的就是熊花 摘下来轻轻的把它外面这个花瓣给它掰掉 然后留下中间的花柱 花柱上面有一点点的花粉 把这个花柱拿去 在这个熊花的花蕊上蘸一蘸 一朵熊花的话可以瘦两到三朵的熊花 熊粉的时间最好是在每天早上九点以前 整个熊粉的过程 手最好不要去碰到那个小瓜牛 有些人刚刚种植的时候 可能觉得那个小瓜牛好好玩 每天没事想去摸摸它 那样做的话 有可能会让这个小瓜牛长成姜瓜 就长不大了 或者是出现花瓜的情况 在封闭室的阳台 或者是楼层很高的地方种植的朋友 我建议大家去做一下人工授粉 这些地方的昆虫蜜蜂非常的少 如果单单只依靠这些蜜蜂 来给黄瓜授粉的话 可能有一半的果都是坐不住的 因为它们来的时间不确定 有时候来有时候不来 有时候又来的晚了 所以说不确定因素很多 本来在这些地方种植的就比较少 只有几颗 然后在一半的做不做果 那就太不划算了 想要我们黄瓜藤上长的雌花 最后都能长成可以吃的大黄瓜 给它做一下人工授粉是最保险的办法 看我的黄瓜 大部分的我都已经开始牛瓜了 那边长了一个还比较大了 好了这期黄瓜的摄粉方法 就跟大家分享到这儿 我是凤信子 喜欢我的视频就关注我吧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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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